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遇到挫折 又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面对呢 佛门说 人有八苦 生老病死 爱别离求不得 愿增恨 五因赤胜 这每一种苦都让我们无法承受 但这每一种苦 我们却又都无法躲避 可他的确是让人太痛苦了 当我们在承受这些痛苦时 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103岁高僧说 在受苦难的时候 用这个方法很有效 他能给正在处于低谷期的你 一些积极的力量 近代高僧 孟参老和尚 逝受103岁 他在世时 因为当时社会环境的特殊原因 蒙冤入狱 33年之久 后来 改革开放后 终于平反 恢复了自由身 重新开始了弘扬佛法 度化众生的学佛使命 每每当人们自己有解不开的痛苦烦恼 或是问起老和尚当初的那段经历时 老和尚总是告诉人们这样的话 听过的人 无不感动落泪 对生活和苦难 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孟参老和尚在香港的一次开示中说道 自己从监狱中出来后 有一些人问孟参老和尚 在经历了这么久的蒙怨苦难时 是怎么想的 孟参老和尚说 你多念念 蒲贤行愿品就知道了 在行愿品中 有着蒲贤的十大愿 其中第十大愿 就是 蒲接回向 我们每一位出家的师父 都在发愿帮助众生 回向众生 待众生受苦 而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 如果当你在受痛苦磨难时 要懂得把自己念的经拿来回向 回向可以这样想 比如 佛菩萨加持 让我把过去生所做的坏事 在这一生中就全部给他还完了 当我们受完这个苦 以后就清静了 当你有这样的心念和回向的念头时 你就会越做越愉快 越做越愉快 不论深处在哪里 你都能够愉快 不然像我这样在监狱中待这么久 是活不出来的 孟参老和尚的监狱经历 有很多弟子在遇到痛苦时 因为度不过去 就想到了轻生 孟参老和尚的皈依弟子 就曾问过孟参老和尚这个问题 师父 您在监狱里想过这个没有 孟参老和尚说 想过 弟子说 你也有过这样的想法 我说 怎么能不想 苦难来了 感觉这苦 太苦了 过不去 时间太长了 孟参老和尚问 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弟子说 当然知道了 我叫孟参 凡是我遇到的关键的事情时 我就会做梦 当时我在监狱里 实在熬不过去了 就想寻短剑 当天晚上 我就做了一个梦 梦里有人请我去奖金 我很高兴 因为在监狱里 怎么会有人请我奖金呢 一定是出去了 在梦里 那个奖金的法台很高 到了最后面几个台阶时 我怎么也上不去 而底下又有很多很多人 在等着我 梦里都把我挤死了 后来出现了一位老法师 他对我说 法师 我送你上去 他就这么一顶 我就上去了 一高兴 我就醒了 醒了之后 我就安慰自己 将来还有可能奖金 于是就坚持下来了 惊惠感悟 孟参老和尚在当年的浩劫中 承受了不少苦难 在诸多的威胁与痛苦中 他始终没有脱下这件僧衣 在监狱中 梦老一直秉承着这样一个信念 即使热铁轮 与我顶上悬 宗不宜此苦 退失 不提心 也正是这样一份 对佛法的坚持信念 才使得我们有幸 听闻到孟老的讲法 孟老通过自己的经历 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人 在一生当中 都必然会承受 诸多的苦难痛苦 这些都是我们 无始劫以来 作所因果 赶招而来的果报 当我们在面对它们时 我们要懂得 心甘情愿地承受 并通过佛法的方式 把这些苦难 转化为福德资良 转化为修行助力 转化为 增长菩提心慈悲心的途径 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也是这么做的 在受难时不放弃 将苦难 转化为了福德 今年38岁的钱先生 19岁云南宿边 真刀真枪 抓过运送阴素壳 罪犯的经历 让他记忆犹新 说不怕是假的 但职责在身 该上就不能退缩 面对生活也是一样 挫折算什么 年轻就是力量 2016年 他创业做物流 成了快递公司的老板 商业环境变化 加经营不利 导致第一次创业就以失败告终 还欠下了大笔债务 但他并没有气馁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问题多 他很快走出创业失败的阴影 努力工作 一年多就还清了债务 2020年7月 钱佳元加入了大型送货公司 更是如鱼得水 热情服务 乐于助人 即便没有搬运费 也帮着卸货搬货 让他很快得到大量好评 那年初冬 钱先生刚完成一单 就发现车上客户 落下的手提包 立刻驱车十多公里还回去 客户自己还没有发现 两万元现金和大量证件 就完毕归照了 爱财没错 但取之有道 凭本事赚钱 对钱先生来说 汗水换来的生活才踏实 即使面对生活的挫折和苦难 他依旧热爱生活 生活不易 但我依然乐于善待他人 来自长春的秦女士 有一个12岁的女儿 和7岁的儿子 儿女双全 对于家庭来说是幸福 但对于单亲妈妈来说 幸福之余更有艰辛 面对生活的不易 他没有选择抱怨 即便两个孩子的吃饭 穿衣成长 教育压力都在他肩上 但他依旧坚信 靠自己也能行 为了方便照顾孩子 去年4月 他成了为数不多的货运女司机 重点是资金有保障 单子多时能有4000到8000的收入 甚至还会破万 一次长途拉货 发现客户是孕妇 还带着个小女孩 同为女人 深知不易 虽然没有搬运费 但他依然帮助对方搬货 到了150公里外的目的地 客户主动掏出200元红包 感谢他 被他婉拒了 秦女士善待他人 波洒阳光 养育儿女 憧憬未来 心存希望和善念 让他不逃避 勇于面对生活 而他也获得了 生活给予的福德回馈 当我们在受到苦难时 就发愿 以自己承受之苦 待一切众生受苦 愿一切众生都可以 离苦得乐 同样也可以发愿 向佛菩萨 法界众生忏悔 无始劫以来 所作罪障业障 希望自己过往 无始劫以来的 一切罪业苦难 都可以在今生还完 当我们这样想时 我们在面对苦难时 就会拥有更多的力量 以及更加积极的心态 来对待了 愿众生离苦得乐 福慧双增 六十吉祥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 本期的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